1 2 3 3 拉懷在右半邊一壘手 攔了一下 結果沒有辦法攔截 這個時候一個牆溪球 彈到了外野去 安可站上了一壘 來看一下拿莫一樣 反手 這時候唯一的辦法 就是想辦法降低重心 看有沒有辦法找到 他的彈跳比較好接的地方 他離凱威在後面 也沒有辦法再去做補救 這個球他拖球拖得太高了 這一棒帶起來 在右外野方向非常閃遠 有勝快敗花蓮王 在花蓮的第十轟 Unbelievable 哇 這時候打了一方2分 POW啊 球給智杰一棒炸裂 剩下在花蓮球場的第十轟 這個時候是2分POW啊 全力打加上2分打點 所以他可以獲得3萬塊 已經幫他算好了是不是 對 先算好了 太誇張了吧 稍微一高起來 就是他射程的範圍 一打出去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一點比較接近在棒頭 所以蘇智杰應該可能 也不太確定會不會飛出去 嗯 球迷確定會飛出去 這個半局的一個攻勢 這兩出去之後 靠著林安可的一個槍錫安打 接下來花蓮王蘇智杰 又打了拳雷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泱泱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我們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囉